邵欣欣早年的邵欣欣,身為香港著名的歌手兼女演運的她,正值青春年華,準天然未整過的樣子,至今都未成了經典。 年輕的時候她本來是一名醫生,因為偶然遇到了李小龍而進入演藝圈,邵欣欣去整容,也不單單是因為對自己念營的不滿意, 算是為了愛情,她覺得自己演過風月電影,所以擇偶條件就很低,於是她嫁給了一位圈外人,本想平平淡淡的生活,可視丈夫出軌,小三找到家,她覺得是因為自己年老色衰,才沒能留住丈夫的心,便算擇了整容來挽回破碎的家庭,沒想整容失敗,變成了如今的模樣。 韓慧景,韓慧景以前是一名歌手和無特,她打小就獎得挺漂亮的,但是出身貧寒,為了補貼家用,剛成年的她就憑借自己獨特的喪音,加上出眾的外表,到夜場著唱,因為她的時間多了,也她引起很多人的注意, 後來她被經紀公司看重了,美貌也受到人們的肯定,但是她並不滿足於此,覺得在這家小公司裡面,並不能實現自己的夢想,於是前往娛樂行業更發達的日本, 到了日本之後,她才發現想像是美好的,現實卻是殘酷的,那邊美女如雲,個個掌上甜美,一下子就把她給了下去,而且依靠唱歌也沒有打出雜摩名堂,之後她就走上了瘋狂的整容之路,簡直可以說是喪失了理智,連整容醫生都不敢看她整容了,居然船自己去黑市買貴膠注射,最終去臉部徹底的偉用,讓人看了都覺得很害怕,也是因為整容的緣故, 算被人們稱之為電風善雅依。如今的她已經不再人世了,於2018年12月15日離世,享年57歲,死亡的原因她的家人也不願意透露, 鄭玉玲1957年出生的鄭玉玲,年輕時候五官秀離,在香港美女如雲的娛樂圈離,也苦不算大美人,但是有一股別樣風情,由美中帶著女隱眉, 撒爽中散佛著精乾氣質,無論是臉仍船是五官,都讓人印象深刻,鄭玉玲其實是比各礦佬的女藝人,當年42歲的她,出現男親女愛你的女主角, 雖然臉上肉眼可然地從此,但她優雅的氣質,仍然吊打其他年輕女演魂,但到了晚年,鄭玉玲的臉就變得很奇怪,優雅高貴的氣質也減弱了很多,細看鄭玉玲的臉,被指和嘴巴的位置甚至有點歪, 因為臉上的膠原蛋白流失嚴重,也增添了幾分年靈感,不近如此,因為整容的原因,她還裝送了自己的事業,近些年都處於無氣可怕的境遇。 楊兒,楊兒在TV各大電視劇里非常受歡迎,她出演過多部TVB經典劇集《唐心風暴之家好月圓》, 楊心記名媛望族里都有她的身影,演技自然,角色誇到也很大,可以演清準小白花,也可以演霸氣女強人。楊兒是在TV從各種配角,一路奮鬥到事後的花膽,從入行開始,她的外貌就在觀眾的現證下,發生了不少變化,楊兒外貌變化差異點比較大的。 楊是被指,楊兒是妥妥的小白花獎上,五官整體足於比各溫和的類型,借過獎上在當年美女如雲的TVB,確實不算太出眾,也沒有十分,獨特的氣智,後來能成功轉形成大氣類型的楊兒。 楊兒也得益於被指的變化,楊兒的被指主要變化是變高變長了,山根的位置也變得立體,使得她多了幾分靈賴感,可以輕重介於女強人的角色,除了被指變長, 烈婚生女之後,更有網友發現她的鼻樑也在變高,鼻翼也變窄了,鼻條罕是木偶鼻,傅明憲把自己的臉搞到面目全非的,船友最美國父傅明憲,和舌之例不同,年輕時的傅明憲,已經是標準的大美人掌上,精緻的下巴,大大的眼睛,掌上明艷不失貴氣,是妥妥的人間負貴花,但傅明憲對自己五官的要求,似乎很嚴格,於是她的臉變得越來越尖,眼睛越來越大,越來越大,越來越大。 雖然說大眼睛好看,但她現在這雙大眼睛,已經未有了年輕時的靈氣,非常的凶洞,如今已經五十多歲的負名憲,仍然留著一頭濃密的懲罰,笑起來還是有幾分年輕時的少女感,不過,她現在的臉實在是沒有之前大氣了。 李嘉欣,李嘉欣是九十年代港圈公刃的大美人,更一度成為整容模板般的存在,因為是混血人,李嘉欣的五官心碎立體,英氣中有不失風情,不過李嘉欣在架級港圈豪門,富二代苦進亨之後,曾經被媒體曝光,整形眼睛和鼻子的新聞,按照媒體的分析,李嘉欣連輕時的雙眼皮比各戰,而隨著年紀增長,她的雙眼皮變得更加明顯了。 除了眼睛,李嘉欣的鼻子也變了很多,有傳敏說,李嘉欣凍鼻子,是因為覺得她原本的鼻子是黑膚鼻,其實李嘉欣原本的鼻子已經非常好看了,欲欲的鼻頭,讓她看起來多了幾分猶躍的無味感。 如今又直又窄的鼻子,則顯得她多了幾分胸上,李彩華,李彩華曾經驚艷過很多人,超軍出賽飾演的王超軍,簡直美的不像話,她的美是名艷的大方的,戴著美女的攻擊性,飾演起美人角色毫無違和感,雖然之後出演梅家的誘惑時,已經不是她的顏值顛峰期,但看著船是很漂亮的,依美痕即拼不重,不過之後有人發現,李彩華的臉也像咪咪咪發生了一些變化,首次變化。 首先是雙眼皮變寬了,然後臉也有點僵硬的痕跡,現在看她在社交平台曬出的照片,已經肯有網工臉的感覺了,即便是經過精心修飾的照片,看起來還是有些僵硬,巴黎芝黎芝年輕時風華絕代,是TVB硬直氣至最能打的花彈之一,年輕時後的美貌,實在讓太多人留下深刻印象,一憑一笑都是別樣的風情,弟弟車禍更傷後,黎芝退出演藝圈,接手弟弟的衣美公司,把公司做成功。 當時,自己是老闆,要做衣美,近水流台先得月,黎芝不但年輕時被稱為大美人,中年後也被認為是東靈美人,只不過,這個東靈美人和其他港圈美人同框時,臉和表情都多了幾分僵硬的感覺。 黎芝臉上黃眼睛,四周旋不怎麽能看到皺紋,但是,他原本靈動的眼睛卻變得越來越少,笑起來上半張臉也幾乎沒有變動,眼睛永遠象徵不開的樣子,看得出黎芝對臉和身材的要求都很高,他的臉確實沒有皺紋,聞但反而顯得僵硬不自然。 蝕之謙,蝕之謙進入娛樂圈,是從一則佛朗廣告開始的,之後蝕之謙簽進TVB,當時,蝕之謙和黃祖賢出演八十七版《善女幽魂》,蝕之謙出演《小青》,五官特別鮮明,絲毫不書黃祖賢,二十二歲那年,蝕子倫回到了家中,繼承了父親的全部家產,之後蝕子倫便運職在上流社會,日常生活瀟灑且幸福,不曾想他竟然幻想了癌症。 經過治療,蝕之謙的命保住了,但因為身體被注入了大量的類故術,導致臉部變形嚴重,由此有了現在蛇精臉的模樣,整容失敗,這個傳聞也一直環繞在蝕之謙身邊,不過漫漫的他也習慣了,蝕之謙並沒有因此氣餒,反而是大方展示自己的富貴生活,享受如生賦予自己的美好,郭可營出身鴻門的郭可營,曾經是TD力捧的花彈,他的獎相就是很標準的花彈獎相,可以地獎相。 端竛高貴,還以英氣致性,但郭可營年輕時的臉仪,不是百分百元伍 的,最明顯的是下顱骨有典髼,如有沒有妝容和弗型的修飾,那便更加明顯了。 到了郭可營演藝事業的後期,他的臉仪突然變成了瓜子臉,從外臉可以看出,他的下顱骨明顯變少了,年過五十之後,本身身材就比各獎的郭可營。 因為臉上無肉,皮膚下垂的跡象很明顯,看起來很顯露,楊麗貞作為武打女星,楊麗貞年輕時的顏值也很高,臉形是大氣的方臉,眼睛又圓又大,整體的五官大氣又內汗,如今年過五十歲的楊麗貞,雖然保養的很好,皮膚看起來,來精至光滑,但他的臉看起來卻跟年輕時有些差別,他的眼睛大得離譜,下半像臉也變得很尖,看起來有點像假日,這些動臉的女明星, 原本的獎相就已經比普通人好看很多,動臉之後雖然更加精致,但算是少了一份自然和靈動。